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 看見恆子昨天收了5mA以下,這一點是你淡今天的走勢 所以今天它再有低位,低位就看到試穿那條144mA 看見之前期穩的144mA,現在又再回試一次 看見下面有支持,衝高了一下 要看那個IG,看看它究竟現在走什麼 如果這條144能夠是首到的,應該稍後都有機會繼續向那條233mA進發 那就是二萬年三百點的位置 那先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那看到呢,暫時覺得有這個數法 那就是這裡上去是1,2,3,4,就這樣做了的 那這個5浪又分了做1,2,3,4,5,是Ending Diagonal 所以它呢,1就看到是A,B,C,看到是陽,陰,陽,是一個A,B,C 所以這個2呢,也是一個調整浪,然後3又是A,B,C,4,5又是A,B,C 那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那就是現在就不能跌穿4了,只要沒有跌穿4呢 沒有跌穿4浪這個底,應該還是走這個5的 那這個就是小時圖 那看到小時圖呢,數浪就數到一個調整浪 那所以應該就配合到這裡的這個5浪2這個位置 因為5浪2是一個調整浪 那所以呢,看到它是一個W,S,Y,S,Z,Z Z就可能去到19,200,應該就有機會去到18,800 因為它也似乎是沒有做完的,那等下看一看即時圖 那看到它的S,X浪是沒有跌穿過S,所以還是可以這樣數 那這裡就是1比1.618的比例,所以也都期不穩 所以應該有一個Z,Z是最後一層來的,Z浪是最後一層浪 那所以呢,就無論調到哪些位置都好 都應該是,會是第一個可能就是破頂 那應該比較大機會是破頂 因為如果它再走多一個平台浪 即是說這裡是Z,A,然後走一個平台浪 A,然後B,然後C 那就應該不像這個走法 因為如果它再這樣走,就會再下 那當然它如果再下 就,這裡可以選出來的那個,其實都還可以的 只要沒有跌穿過4都還可以 那這個就,只不過是沒有那麼像,但是就排除不了 那比較順利的看法呢,它應該是,走到這個Z就要破頂了 那這個破頂這個就是3浪,這個位置是1浪 那這裡是2浪 那看一看它的直線圖 那看看它那個,XX浪的A,分成5浪 那現在應該走到它那個,A4就在這裡了 那這裡是A5的1,這裡是A5的1,因為5浪分成一個,A5的1 那這裡有機會就是5,2了 5,2可以在這裡做完,又或者如果它再破底,5,2再深一點 那可能,189的那些位置都有可能 那所以就看它有沒有跌穿這個底,或者會不會升穿這個頂 因為它一升穿這個位置,因為這個位置是那個,XX浪 所以如果一升穿XX浪,那應該就會是,確認那個3浪開始 那這個位置是X浪 那升穿XX浪,就是這裡的Z就做了 但是如果還未升穿XX浪之前,它也可能會這樣做 Z會是A,B,C,這樣才做的Z也可以 所以現在關鍵位就是,究竟會升穿這裡 19800,還是會再下一次 如果再下一次,應該是跟那個 首先應該是會去下面那條MA,看到是 34MA 應該是89 因為我們曾經收過55下面,所以也有機會去89 另外也是,另外也是那個 另外也是那個 應該不是這樣量度 量度支持 應該不是這樣量度 但是如果我升穿19800,應該是這個位置 如果我升穿19800,應該是這個位置 如果我升穿這個位置,應該是衝上去的 那這裡的Y就是A,B,C,這樣做 W就是A,B,C,這樣做 然後W和Y是1比1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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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例上比較吻合 那W浪和Z 如果我看見他已經過了1比1 就看到已經過了1比1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是18800,或者18900 那些位置 這個也比較難說 因為他可能是 看到他收了一支B,但曾經收到下面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假的訊號 那還是看這個位置會不會升穿 升穿呢 升穿呢 Z就完了 如果還未升穿呢 他還有可能 這裡是一個Z的A,Z的B,Z的C 就是這樣的看法 他之前站穿那條233M,A 之前站穿那233M,A 所以應該最後有機會去到21,100 就是這條377M,A 就是這樣的看法 暫時 周線呢 他這個星期都趨向是會收陽足的 因為他之前站穿了MA 周線呢 他之前站穿了34M,A 所以看到他這個星期 跌到34M,A以下 他有支持 就算他跌到19,100多 他最後還是收起來 他也是盡量收回 這個34M,A以上 因為上個星期都站穩 所以今個星期都趨向站穩 那繼續站穩的話呢 就應該是下個位置 就去55M,A 就是20,600多 那些位置 那另外就是他之前 都度過一個 的 就是都說到這個是一個 XX浪 X浪 那這個應該是X浪 X浪 所以X浪 就有機會跟X浪有比例的關係 所以就是之前度過的位置 是未到的 所以比较大機會是繼續有高位 這裡看到有點奇怪 因為之前看好像是曾經站穩過那個1比0.5這個位 19653 之前看應該站穩了 但現在看到其實是沒有站穩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排除它是有機會結束了 因為之前看有機會去到SSA浪去到2088 就是因為這裡站穩了這個比例 應該是會去到上面的0.618 但看見它原來是沒有站穩的 原來是沒有站穩 這樣就有點偏看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看到它偏淡 但問題就是它小事圖依然是數到一個 即數不到一個向下的推進浪 如果真的SS浪在這裡 SS浪的A在這裡做了呢 那會不會現在SS浪的B 是分成ABC做的 那會不會這個是A呢 即WYZ是A 然後反彈70% 再下平台浪的C 去做這個SS浪的B浪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就要留意了 即是說現在要留意的就是 它70%的位置 應該都還可以反彈高一點的 因為如果它WYZ是作為一個A 它就只可以是平台浪 所以它應該就沒有彈完 就算是反彈的話 就算不是去20,800那些位置 它也要是 去到19,820這些位置 即是現在看最少它要反彈到這些位置 先再下 如果是行過SS浪的B 當然依然都排除不了那個五浪延伸 因為它始終都是 那些G1 即是G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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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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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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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那個MACD浪的retracement 他都是站穩的0.236 都是有機會去到0.382 就是綜合了剛剛兩個的可能性 如果現在做完Z 他會彈個B,Z這個位置是A 彈個B就去到19820 或者他走個5浪延伸,這個Z就結束了 然後會彈穿這個頂 向20,300,20,700,20,800 似乎是怎樣都會經過這個位置 或者Z浪還沒結束 再下一次 去到那些位置才做個平台浪的B 這個是Z,這個位置是A 這個是A 跌到去深一點,他也要做個B的反彈 到時就 不是19,800這個位置 因為到時A會退下一點 到時再度70%的位置 可能是19,700 似乎都是 19,700,19,800的位置 都應該是 怎樣都要先倒一倒 所以現在應該不會說 直落 直落千多二千點有暫時應該看不到是這樣 就應該怎樣都要試19,800,19,700的位置 看看他是究竟破底試還是 破底試 就是19,700 如果不破底就這樣上去 就是19,800 試完這些位置才開始有變數 恒指就這樣看 恒指就這樣看 看看現貨 看到現貨就是量了這個位置 原來就是現貨,看到現貨站穩了0.5 將這個S浪和這個SS浪比較 因為現貨站穩了0.5 所以就覺得是有機會去 20,800 即是0.618 但IG就沒有站穩 所以這裡有個 比較難看的位置 如果上現貨圖 可能會去20,800 就這樣的看法 看看上陣子數 看看上陣子數 上陣子數看到也是 繼續受制的那條5媽媽 但是他有一點點利好 就可能是 今天可能會收到楊竹 有一點點的利好信號 但就不是說非常利好 要站穩那個5媽媽收視才是比較利好的 現在呢 就 叫做初步 如果是濕陽竹的話就叫做有些初步的利好信號 看看道指的走勢 看看道指的周線圖 因為他這個星期 破兩個星期前的高位 所以就變了這裏累積的升幅 就會變得很大 那時候就必須要做回討 做回這裏整個浪的回討 所以周線就把他扭轉了 做陰竹 暫時 暫時是陰竹 那就是說他應該就在做 他現在就在做這個 星幅的 retracement 那他有機會去到哪裏呢 有一個位置要注意的 就是他月線圖 如果他月線圖在這裏走一個 先浪的話他就已經回到一些支持位 看到拉回這個 拉回這個extension 他曾經站穩過0.236 曾經站穩0.236 應該他最後去到0.320 這個位置應該最後都去到 但是看到他回試了 看到因為升了兩個月 升了三個月 那時候呢 他可能要先試一下 那個比例 因為三個月的升幅都比較多 已經累積了 那就會再試回0.236 這個就是回試一下 看到就是因為試了這個位置 所以有一點點支持 又不知道會不會再試多深一點 因為就算再試多深一點 基於這裏是一個支持位 應該也有機會又再 推上去 所以暫時覺得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應該開始有一點支持 因為都剛剛好 看到是踩住了 穿穿了 日線也有條MA 有條55 可能就算再下一次 都會support這條MA 轉上去 這個是 比例的一個支持 即是說現在已經跌到一些支持位 所以現在就要留意開始 有機會隨時轉上去 但如果我一看一些量度的 支持 看到就差一點點 這個 差一點點 有機會再下多 兩百多點 下多兩百多點 就到一個 1比1.98的支持位 這個是 stc浪的量度 stc浪之間的比例 即是說 似乎 就差不多去到一些支持位 就可以了 看到4小時圖 這裏數下去 如果是用abc去數 假設月線圖正在行升浪 所以這裏是調整浪 ab c1 c2 c3 c4 又洋速出了 所以應該 應該是有個c5 完成了這個c 完成了這個c 應該也是會升穿的頂 abc完成了 就會升穿的頂 所以現在就要留意了 他可能 穿一穿底 轉上去 始終小時圖也很低 小時圖的m,acd也很低 所以可能這些位置下一下 上去 那這點呢 都是利好行止的 那就看看 看看納子的走勢 看看納子的周線圖 之前有說到 它是受制了那條ma的 那周線就這裏彈上去 那就受制了那條30隻ma 轉回去看到是跌到那條 跌穿了上 上次之前看到幾個星期都是給那條ma 應該是55 看到這條應該就是 34 跌回到那條是13 這條是13mm 因為這個星期都未收 可能收回上去 也有機會收回上去 因為它之前四個星期都是支持 這條13mm 所以這個星期都有機會收回上去 那如果是收得到呢 那是比較理好的 如果是收得到在上面 那是比較理好的 那這裏看看會不會說 看看 retracement會不會說 已經做了一些 比例的 看到去到0.5 下面 看看會不會0.618 這些位置會不會有支持 再下多100點左右 去到一些比例的支持 因為0.618也是重要的位置 所以有機會下到這些位置 有機會轉向 暫時是這樣的看法 再下多一下 再下多一下 即是配合到 即是跟道指差不多 都是一個AB 然後C1 C2 C3 C4 C5 完成了C就上回去 這樣的看法 跟道指差不多 即是有機會 再下多一下 但這位就轉向 看看 黃金的走勢 你看看黃金的周線圖 看到黃金 他周線的手制上面那幾條MA 看到144那些MA 被沽下來 但是沽到下面又好像去到5MA又好像站得到 因為看到昨天都在這些位置跌不下 看到在177多的位置開始跌不下 所以那些位置可能是有機會有些支持 看到有洋足出了 那這些似是有支持 那要4小時圖收在這條144MA以下 那才是比較 比較看淡的 因為股市有機會 如果轉回上的話 可能我金也有機會轉回上 所以如果這樣看 就可能 繼續是有機會去到 這個retracement 一半那些位 可能都有機會去到 就是那個1843那些位 可能都有機會去到 所以要看著剛剛那個 這個 這個 4小時圖 看著它跳144MA 就算跌穿也好 它可能會立即縮上去轉向 所以如果收穿在下面 那才比較 比較理淡 那下面也都有一些量度的支持 下面的量度的支持大概就是 1766和1764 那下面下面 低兩元也有些支持 都是用這裏的量度 這樣的一個支持位 支持位就是1766 至176 1764 至1766 就是這裏的這些位 那就是一個量度的支持 那就是如果它144MA都收不到呢 那應該再落多 就是再落多是幾元 那黃金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就看看 原油 那原油見到4小時圖 看到它就 破一破頂之後呢 它開始有調整 調整都是分ABC 就是陰陽陰 那就是說它落到它之後 要留意它什麼時候收羊竹 如果它一收羊竹的話 就有機會是 見底 然後上回去 所以要等到它收羊竹 收羊竹之後才可以看好 那如果根據4小時圖的MACD 它有機會再落多幾支陰竹 那才轉回上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現在這些位置都很難說它究竟是跌完尾的 那現在這些位置都很難說它究竟是跌完尾的 那應該比較利好 如果這裡是一個這樣的 順勢平台浪 那壽仔的MA 站不穩 那也有機會再破底 但是如果它是站穩到的MA 就是 1 2 3 4 5 站穩的MA 那它就似是 回落再上 所以關鍵就是看看它這條MA 這個位置會不會再破多一次 到時會不會站得穩 那還有它看看它會不會再破多一次 如果它再破多一次 破多一次就變了1 2 3 4 5 如果不然現在都可能是一個A B C 那下去 所以關鍵就是看它這些位置會不會再破多一次 然後再升穿多一次 那升穿多一次也要站穩到這條MA才行 那看看 啊 美元指數走勢 那看看美元指數4小時圖 看到這個位置開始又跌了5個浪 1 2 3 4 5 跌完一組浪它就會有反彈 看到它已經有反彈了 看到彈了上去 彈了上去之後它站不穩一些MA 站不穩MA就是可能它也是反彈的 有機會可能繼續落 所以都要留意著它會不會站得穩 站不穩的繼續落 站得穩的可能繼續上去上面的MA 那究竟這裏 是5個浪跌完沒有 或者是它會不會有反彈呢 這一點都比較難說 起碼就叫做周線 周線它是 站得多一些MA 所以就不是說看得太差 如果收在這條MA以下 這樣才會看得比較差 留意就是它就算反彈 它反彈會不會令到股市 跌呢這一點也都 有點質疑 因為它反彈其實最終都要下去 其實整體上它都是 最終都要跌的 反彈呢 可能股市也不是怎麼理會 也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最終都要下 都是行一個 調整大的調整浪 可能股市就 無論它上還是落這下 可能股市也有照升 也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可能 看一看日線圖 如果拿回它最頂 那時候開頭的浪去量 看到它也 未到一些比例位 看到它是曾經到1.618 有些反彈 所以可能這個量度也有用 這個量度 如果在這個量度是有效 看到它未到2.618 所以如果是這樣 就可能它還有一跌 都不定 就是美元指數 可能還要落去 101.1 那些位 才有機會有支持 純粹是因為 相信這個量度 就是這樣的看法 如果它彈完再下 或者是彈 它會彈回去 1比1.618 應該站不穩 如果它 如果它還有得下 這個比例如果要到 就算彈上去也好 它也會站不穩 落回去 但是如果彈上去之後 站得穩 要留意 這個位置就未必會到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like 還未訂閱YouTube 還可以訂閱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 看 也都可以考慮 放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